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2年7月13日,星期三 那昨天的时候呢,安倍呢,已经是入土无垠了 那我现在就觉得说呢,其实撇去那些政治的那些恩怨呀 撇去安倍对中国人的那种狠毒啊 我觉得从事实上来说啊,安倍这个死啊 其实还死得挺冤的 第一呢,就是他去这个地方做这个演讲呢 根本就不值当啊 其实到那么一个小的地方,就那么点观众 那值得出动安倍去演讲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作为安倍这样的一个前首相 而且他这个钱呀,不是特别的钱 没多久之前,还挺新鲜的啊 安保措施呢,应该是挺强的 而且呢,按照他们的规定好像也确实应该挺强的 但是那些安保真的是没禁止 怎么搞的呀 第三个呢,就是到底这个枪手呢 是不是一个阴谋 他可能是枪手来杀他的这件事 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个原因那么简单 就感觉从逻辑上来分析 从政治局势上来分析 从安倍呀,他是活着还是死了 政治上的这种利害关系来看 他的这个死啊,好像是被人给除掉了 如果说他是被除掉的话呢 那这件事会有一个安排 安倍被安排到来出席这样的一个竞选活动 我觉得安倍被别人耍了 而且安倍呢,如果他多一个心眼的话呢 他如果想这个问题的话 他应该能够想到 最后一个原因呢 就是今天我这个视频要说的 这个枪手啊,现在有了一个律师 这个律师呢,不是很清楚 是他自己雇的,还是政府给他安排的 因为这个枪手他是一个无业游民啊 他在经济上能有这个能力吗 如果他没有能力来请一个律师的话 那他没准就是政府安排的一个 那种慈善性质的免费的律师 也未可知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 这个律师现在就提出来了一个 辩护的角度以及理由 我认为呢,这个律师是非常聪明的 进一步的说明这个安倍啊 真的他这个死啊,挺冤的 安倍呢,罪有应得 因为他伤害了无辜的中国以及中国人民 他罪有应得,这个咱们撇开不说 就从这个事的发生上来说啊 这个律师呢,他是从哪个角度来辩护呢 首先就提出来说 这个杀手呢,现在被控杀人祭祟 之前他刚一被捕的时候呢 对他安的这个罪名是杀人畏随 虽然说我们大家知道他被控这个罪名的时候呢 安倍已经死了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安倍已经死了,怎么能控他杀人畏随呢 但是呢,对他的这个罪名啊 是刚已逮捕他的时候 那会儿他应该是填那表格啊什么的 在里面就得填一个罪名 可能是那个时候填的 因为那个时候安倍还没有死嘛 这个枪杀呢,是在11点30分发生的 当时就把那个枪手就给逮捕了 制服了 然后呢,安倍的死亡是在5点03分宣布的 所以就是说呢,把这个枪手收尖的时候 安倍还并没有被宣布死亡 所以当时我们听到的 他被安的罪名呢,是杀人畏随 但是之后在出庭的时候 就给他改成了杀人祭祟 那这个现代律师呢,就认为 杀人祭祟这个罪名呢,是不成立的 他的当事人呢,是无罪的 那这是为什么呢 他的理由呢,就是 这个枪手呢,对安倍实施了射击行为以后呢 安倍并没有死 安倍一直到最后死亡的时候呢 也并不是死于这个枪手的枪击这个后果 而是死于救治不当 我认为呢,这个理由十有八九会成立 虽然说我们现在还不掌握医护人员进行救治的这个事实 我们不掌握对他进行救治的这些人员 对他救治的这些手段 以及呢,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 是不是说这些救治的手段才造成了他的死亡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现象 我呢,昨天以及前面的视频里面呢 我也提到了这个疑问 如果呢,你去仔细看 安倍在现场躺在地上 被别人在做人工呼吸的时候 那照片和视频的话 你就会发现呢,安倍在那躺着哈 你从他头后面的那个角度上看的非常清楚 你可以看到呢 他的头上,他的脖子上 他的胸口上 只有在胸口那个位置呢 有一点点血迹 并没有大滩的血 我们要知道呢 医生到最后的结论就是 安倍死于失血过多 那失血过多的话呢 我们就会看到 他应该在他身上有很多的血吧 他应该身上那衣服啊什么的 都被血应该是都浸染的透透的 同时呢 他身子下面 他头下面 因为他脖子那个事 说大动脉受了伤吧 应该是在那地上啊 他的身上啊 会有很多血啊 我们有的时候呢 哪怕是从一个交通事故 如果现场有人 现场就死了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看到 在他的身体 或者尸体的下面 有一大滩血啊 是不是 可是安倍这个呢 干干净净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我们要知道呢 他当时的时候 那些人还在那 对他进行人工呼吸呢 人工呼吸就是使劲按压你的心脏 我们身体的血液呢 就是来自于心脏 心脏就好像是一个泵一样 心脏呢 他既是一个产生血液 储存血液 他同时呢 又是一个像一个泵一样 把这个血液 池子里的血液给他打出去 打到我们全身 那当一个人 他的心脏不工作了 然后就用人工呼吸的目的 就是把心脏的血液给他打出去 打到全身上去 因为呢 他的脖子上和锁骨下面 所受的那个伤 都是这个动脉上的 而且他脖子下面那个伤呢 直接还伤害到了他的心脏 也就是说 这个泵打出这个管道的主管道上面 有两个大洞 那你要是往外蹦的话 这两个大洞不会往外冒雪吗 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 对吧 我们没有看到 也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 难道说 并没有冒雪吗 那这个失血过多 是在哪一个阶段呢 如果当时那种 他已经漏了 他这个心脏呢 紧安着心脏的这个主管道 已经都漏了 然后呢 还在那使劲的棒 使劲的棒 这个操作 好像是 已经是不当了 但是也是必要的 对吧 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会造成他大量的失血的话 但是当时我们没有看到他失血 所以呢 就是这个逻辑是不存在的 虽然说有点荒唐哈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推出来 就是你跟那蹦 但是呢 这块没有往外冒雪 就说明他所说的说 这个大动脉 那个大动脉 心脏有大洞 当时这些大洞都不存在 这个听起来有点荒唐 但是呢 好像只能那么理解 因为实力蹦实力蹦 他并没有往外漏 如果说 我们有一个蹦 在那蹦这个水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抽水机抽水的时候 我们这个抽水机抽水 说是从一个地方抽水 打到一个比如说十米以外的地方 但是十米以外的那个地方 并没有水 那么我们就会检查 这个水是在什么地方漏的 对不对 我们会沿着这个管道检查 地上并没有水 我们就会判断说 这个蹦这个地方 以及它跟前这个地方是不漏的 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找 是这个意思不 所以单单从这一点上来说呢 就好像是说 律师的这个辩护呢 好像就已经成立了 因为这个事实 不用证明 它就摆在我们的面前 如果后来失血过多 死了的话 那这个医院啊医生啊 那就得找原因了 你们干了什么 你们干了什么 让他呢 到了医院之后 又失血过多 安倍呢 因为是在十一点半的时候被枪击 十一点三十六分救护车才到 那么点小的一个小城市 它的救护车六分钟才到 说实在的挺慢的 然后直升机十二点二十才到 如果它真的是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脖子上大动脉破了 锁骨以下的大动脉破了 心脏上还有大动 你在直升机到来这五十分钟当中 它就已经应该是失血过多 已经就死了 但是呢 当时的报道上并没有 当时只是说呢 它已经心肺功能全都停了 我们从地上也没有看到很多的血 但是到最后的结论是失血过多 如果再能找出来后面医护人员操作不当的话 那这个枪手这个罪名就不成立了 那有的朋友可能就说了 哇明明是他开的枪啊 不管怎么说这是他开枪打的安倍啊 那他起码就是杀人畏随啊 可是对一个人的这个控罪啊 你给他控一个什么罪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你给他控了一个罪呢 因为这个行为你给他控罪 结果呢 这个罪是不成立的 你问他说 哎呀这个不成立我再换一个 这不行 你按了一个什么罪 他就是一个什么罪 说这个罪名不成立 你不能说我罪名不成立我再试试 这不行 那这个人呢就只能是无罪释放了 你说这安倍冤不冤 咱们不说别的 咱们就是说就是论事 你说这安倍是不是挺冤的 这么大一个人物我的天哪 被人杀了到最后呢 这罪名还不成立 还且不说前面如果是措施得当的话 他会不会死 还且不说这里面这些阴谋 是谁把他要去演讲的这事透露出去的 那些安保人员为什么是那种反应 先自保 一有枪声先自保 自己就弯腰 而不是去保护安倍 这两天呢就有很多人就拿一些以前发生的 国家领导人啊遭受攻击的时候安保人员的反应 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出现这事的时候呢 安保马上就上去 哪怕是说呢 为他挡子弹 那都是他的义务 可是安倍的这安保人员为什么是这样的反应 安保人员和普通人员 有的人可能说这本能反应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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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保人员和普通人员不一样 我相信他们一定有那样的训练 让你克服普通人的这种本能反应 你一听到枪声的时候呢 普通人的本能反应呢就是躲避 而安保人员的本能反应 你必须得是去保护你需要保护的人 有的人还说呀 说他当时啊是在一个十字路口 那车呀来来往往的 我们也确实是从视频里面能够看出来车来来往往的 有的人就说呢 这车来来往往的声音很大呢 那个枪声呢就不那么明显啊 有可能听不到 没那事好吧 我们从视频里面我们能看出来 他身后的人已经在躲避了 而且安倍还回头看呢 那安保人员愣没反应 这说不过去 总体来说呢 我这个视频啊 咱们撇开那些政治那些东西 民族仇恨那些东西 我们先不说 就说这事本身 安倍这个死啊真的是挺冤的 但是呢 冤是冤 也有可能就是天意 也有可能呢 他作恶太多 就是要收他 天意就是要让他死 天意如果让你死的话呢 你躲都躲不够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啊 我们学校有一个这个小战士 他是四川那个大巴山里面的 你想大山里面的人呢 他就不接触这些科学啊 先进啊这些东西 他还偏向于相信这个算命 他说他们家的族族伯伯都是算命 然后那回呢 他就给我算命 他说你这个人啊特别有福气 然后呢他就说 他说你知道你这个福气从哪来的吗 他说你这个福气是来自于你爷爷的 就说一个人 如果说像我的福气来自于我爷爷 那安倍的厄运有没有可能来自于他的外公呢 他的外公是在二战的时候 是一个甲级战犯啊 他对中国人所犯下的罪行 是一个累累罪行 庆竹难输的 是罪大恶极的 而且他外公还当过那个首相 他外公当首相的时候 还把这个统一教引入到日本 那统一教在那个时候 就是坚决反共呢 是这个统一教反共在先 他外公引入在后 还是说呢 和他的外公建立联系以后 才接受到了反共的这个任务 而安倍呢 对中国所做的一切的一切 都对中国是非常的恶毒的 今天我要看到呢 说中国的那个独教材呀 很有可能都跟日本有关 为什么呢 现在就有视频出来 安倍在日本 就是对他们的小学生很小 恨不得幼儿园的小孩 我感觉就是小学生吧 就对小学生进行这种仇中的教育 安倍的老婆到一个小学校 就去问那些小孩 中国有什么 说中国有炮弹 中国时时刻刻 会往我们日本打炮弹 所以安倍要保护好我们哟 然后他老婆就说 我一定把你们这个要求 转达给安倍 你知道吗 就挑战那小孩对中国有仇恨 从古到今 只有日本打中国 中国啥时候打日本啊 这么电脑黑板 一直到现在安倍还要修宪 你知道他要修宪的 这个日本宪法的这个第九条啊 这就是日本战败以后 因为他是最大恶极的这种战争贩子 所以说呢 美国就给他加了这条来限制他 第九条原话是怎么说呢 是这么说的啊 说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 武力威胁啊 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达成这一目的 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战争力量 这就是他第九条的原话 他要改 那你要改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 这改掉的话日本就可以发动战争了 永远放弃武力威胁 他就可以武力威胁了 永远放弃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他就可以武力了 而且呢他还可以走出国门到世界上 去发动战争武力威胁和武力解决 这不就是放虎归山吗 这只虎本来给他放在了笼子里面 而且呢把他的牙都给他拔掉 现在呢他要走出这个笼子 要重新安上牙齿 他的目标就是中国 那些亲日的汉奸们 你得有多傻呀 岸天文雄已经对美国表态了 要继承安倍的一致 岸天文雄本来他是一个鸽派 现在呢他就变成了 比鹰派的安倍还更鹰的一个鹰 据说啊现在我不是很清楚 我也没有找到那个文件 据说日本如果要修宪的话呢 必须得得到美国的许可 我感觉好像是没有这个吧 当然说如果美国不允许他的话 美国可以采取措施 比如说就把安倍干掉了 但是是不是有文件说 美国的许可之后他才可以修宪呢 我感觉好像没有 因为如果那样的话 他首先得取得美国的一个允许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取得美国的首肯 然后你才做这些修宪的这些宣传呀 这些准备对不对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差不多等于万事俱位 只欠东方了呀 只说是他议会当中 必须得三分之二的投票同意 这个三分之二什么意思呢 就必须得有166席的议员同意修宪 现在呢通过这一次的这个选举 已经有177席的主张修宪的议员当选了呀 现在如果说他们在国会里面讨论的话呢 是一个板上钉钉的没有悬念的 难道说他这个完了以后再送给美国 让美国去审批吗 不管说他有没有这个程序 美国的意见当然也非常重要 但是美国呢现在为了消灭中国 他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有什么后果他不管 反正日本这个老虎放出去 他第一要咬的第二要咬的可能都不是美国 顶多他就摆脱美国的控制 可能美国觉得哎对我没有威胁无所谓 美国在这世界上扶植的那个鹰犬 其实也有的是对吧 好从前来说我今天这个 这个视频主要跟大家讨论就是现在 安倍啊可能要白死了 这个枪手呢可能要无罪了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好